随着外来种八哥的越来越多 你知道外来种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在城市中 近几年来你会不会觉得麻雀越来越少 而取而代之的是八哥这种鸟种 在城市的路上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八哥鸟 跑来跑去 穿越马路 捡食食物 可以说是近年来八哥鸟越来越多 而相对在我们周围的麻雀却越来越少 而其实一种八哥鸟也是越来越少 没有变多哦 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这个入侵我们原生种的地盘的鸟类 八哥 八哥原本分布在中国南方 到印度半岛一带 这是一种广泛性分布的鸟类 随着地点的不同 分成不同的品种 这种鸟类从古代来 就被人类当成宠物饲养者 因为很聪明 又可以和人类产生大量的互动 会讲话又聪明 所以八哥一直以来 都是很多人喜欢的鸟类之一 但随着人类在饲养上 不小心地跑出 或者有意地放生 国外的八哥鸟的品种 也大量出现在台湾的本岛上 这也造成野外的八哥族群 慢慢地增加 根据台湾繁殖鸟类大调查的数据显示 麻雀的数量真的逐年在下降中 主要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最有可能的原因 应该是外来一种入侵的关系 或者就跟八哥有关哦 由于八哥很聪明 体型又比麻雀大上许多 所以在竞争上 麻雀反而无法跟国外的八哥所竞争 渐渐的麻雀越来越少 八哥越来越多 而在台湾 加上入侵种 八哥主要分成五种不同的品种 第一种叫做白尾八哥 白尾八哥其实很好认 眼睛跟嘴都是黄色的 主要分布在台湾1000公尺以下的平地城市 几乎在台湾的平地或城市 你都可以看到它 这种八哥也是台湾外癌种的八哥鸟中 最容易看到的第一种品种 基本上你在野外看到的八哥 应该都以这个品种为居多 其实白尾八哥应该称为爪蛙八哥 主要分布的原产地 在东南亚的爪哇岛 苏门答腊岛跟马来半岛等地 当入侵到台湾以后 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品种 根据农委会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的 台湾繁殖鸟类大调查 在2020年所调查的台湾白尾八哥的数量 是2010年的三倍左右 呈现大幅的成长 基本上这个品种的鸟 无所不吃 骨类也吃 动物也吃 昆虫也吃 所以相对其他鸟类 可以说是一种重大的威胁 而且在繁殖上 白尾八哥常常可以看到 它在很多地方竹巢 像是马路的红绿灯上 都可以看到它竹巢 或者在水泥馆中 甚至在水泥柱中 只要有洞穴的地方都可以繁殖 所以白尾八哥可以说是一种 非常强势的物性品种 在台湾的城市跟平原中 大量的入侵 第二种 加巴哥 加巴哥可以说是一种 非常知名的入侵品种之一 这种加巴哥被列为 世界百大入侵种之一 可以说是鼎鼎有名的 外来入侵种 在台湾 相对白尾八哥而言 加巴哥的数量要少一些些 但是还是十分的多 加巴哥的原产地 在中亚 南亚 中国等地 后来侵入了美洲 非洲等世界的各地 所以被列为世界百大入侵种之一 在台湾当然也不例外 最常见的两种 就是属于刚才所说的 百尾八哥跟加巴哥了 第三种跟第四种呢 我们称为泰国八哥跟林八哥 泰国八哥跟林八哥 这两种品种 在台湾上属于比较少的品种之一 相对于百尾八哥 加巴哥 这两种品种而言 泰国八哥跟林八哥少之又少 虽然一样是外来入侵种 但是数量少上许多 泰国八哥的外表特征非常的明显 你可以看背后这张图 它有一个高高的头发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它非常有名的头发 这是有名的泰国八哥品种 而林八哥呢 又有一种特殊的称号 称为丛林八哥 而第五种呢 就要回购我们台湾本土的品种了 台湾八哥 台湾八哥在这五种品种中 是一种唯一台湾的品种之一 也是属于台湾的原生种 台湾八哥跟外来的八哥 最大的不同在外表上 台湾八哥的嘴是带有象牙白的颜色 这也是和其他几种八哥完全不一样的 并且台湾八哥因为数量持续的下降 根据农委会特有生物保育中心的 台湾繁殖鸟大调查 这几年台湾的八哥的数量 一直维持在低点 但是从1990年以后 台湾八哥野生数量就越来越少 所以有人怀疑说 台湾八哥的数量的减少 和外来路青种是有关系的吗 但是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而言 台湾八哥的数量的下降 可能和都市化比较有关系 原种的台湾八哥 喜欢长草地的环境 随着都市化的开发 城市的建造 或者是草地的清除 造成长的草地的环境的减少 所以造成台湾八哥的数量 大幅下降 而台湾八哥 目前也被列为 保育类的野生动物 是一种不可以饲养 不可以喂养的 保育类动物之一 常常因为有人喂养了 台湾八哥而受罚哦 所以这就是有关 台湾的八哥的种种 你喜欢我们今天的频道吗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们 我们下次见咯 我们下次再聊聊自然的 其中一种话题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